先說回烏克蘭南部最新的戰況 首先說馬里烏波爾 俄羅斯說已經解放了馬里烏波爾 又說有個簽名烏克蘭軍投降 烏克蘭方面說馬里烏波爾仍然有烏克蘭軍在做抵抗 最近有影片證實了馬里烏波爾有烏克蘭軍投降 大概有三段影片 我看這三段影片都是百多二百人左右 俄羅斯聲稱有過千人投降 烏克蘭港說不是,還有烏克蘭軍抵抗 也有阿速營放了一些影片 最近拍到馬里烏波爾有些烏克蘭軍坦克 受到攻擊著火 究竟這些影片是何時的呢?很難說 但地點是馬里烏波爾 是馬里烏波爾這刻失守 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裏 狂轟炸馬里烏波爾 還要包圍馬里烏波爾 阿速營守到這一刻 彈盡量絕,沒有彈 用這個標準來說,其實阿速營是贏了的 其實阿速營不是打輸 只是補給斷了,沒有彈藥 假設俄羅斯拿了馬里烏波爾 被俄羅斯炸到馬里烏波爾 變成焦土 要來做什麼呢? 要來都沒用 再說第二宗消息 這宗真是好消息 再說這裏,奧德薩對出 看這段新聞,俄羅斯自己也證實了 這叫做俄羅斯黑海艦隊的旗艦 莫斯科號導彈巡洋艦 發生火警,引起爆炸 船上的船員緊急疏散 起火的原因是調查 莫斯科號導彈巡洋艦 今年2月去到黑海裡 對俄羅斯發動入侵行動 再看,這裏很多中文媒體都在報道這件事 這件事是真實料 再看,連維基百科也有更新 如果在維基百科中打莫斯科號導彈巡洋艦 他都說了 他就說了 他就說了 4月13號 就說了 在奧德薩外海 以這個叫做海神 反艦導彈擊中莫斯科號 兩次引發大火 俄羅斯聲稱 就是這個叫做 他說那個彈藥以外發生爆炸引致 你被人打中了 這個彈藥裡面 那當然是連鎖反應的 他的設計有問題 再看 也可以這樣說 這隻叫做莫斯科號 就是蘇聯時代 自蘇聯時代以來 這個 這首莫斯科號 萬多噸 這樣被人砌一砌 真的已經做了一個紀錄 也都是這次俄羅斯入侵 這個烏克蘭來說 是一個最大的失敗 對俄羅斯來說 那我看這裏 其實烏克蘭說 它是他的叫做海王星 這個反艦導彈來的 那我之前都說了 就說英國給魚叉 這個反艦飛彈的 那看相關的報道來說 就說這個魚叉飛彈 在這個4月5號 就已經去到這個奧德薩裡面 部署了 究竟是 烏克蘭說是這個海王星飛彈 還是魚叉飛彈呢 烏克蘭自己都說 用它那個叫做海王星的 這個叫做反艦飛彈的 那就是這支了 這支這樣的東西 是 那再看回 這裏呢 就是相關 在網上找到的 就是現場的圖片 那你很明顯 就是拍到它 拍到 是中了蛋無煙 那這樣拍到 中了蛋無煙 你想一下 這隻這樣的莫斯科豪 距離這個奧德薩近案 是幾近呢 那再看回了 相關的資料先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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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摩斯科號導彈巡洋流 說回人數有529人 那529人入面 它現在說是緊急疏散呢 那緊急疏散 那可以疏散到幾多人呢 那如果 看回這裏 起碼 有大半人 隨時疏散不到 因為它連鎖爆炸 連鎖爆炸 那這裏呢 他講到這裏 這裏 這裏 看武器系統 武器系統 武器系統 這裏 有這裏 16支 這裏叫做 玄武癌 這16支 玄武癌 每裏8支 放在外面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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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外面 它打中這裏 海王星打中這裏 它便連鎖爆炸 連鎖爆炸 現在緊急 氣船 這船肯定 玩完了 沒有了 沉慢 再看這裏 其他都有這些防空 鎖爆炸 S300PM PM 最主要 再看這裏 副炮 有6枚 這裏 AK630M 這裏 AK630M AK630M 是做什麼呢 看看相關的報道 這個 AK630M 放大一點看 AK630M的出現 使得軍艦 是面對高速迫近的反艦導彈時有了最後一度防線 你看這隻東西連續拍 這樣 這就是反艦導彈出來 它有反應的便可以打爆你 現在看這裏 綠媒 即是莫斯科 莫斯科有六支這些東西 它都中了兩隻 可以驗證到 你演習還演習 一打起真軍來說 完全不行的 防空系統不行 坦克不行 所有東西都不行 軍艦都不行 最主要是要計算數 你看到這裏 整堆東西來講 這個莫斯科號 導彈巡洋力萬多噸 我最保守估計這隻東西是多少錢 十億美元 最保守 因為這東西是舊東西來的 1983年 1983年 即是在蘇聯海軍服刑 十億美元 即是可以這樣說 最低 最超低的估算 十億美元 大家計算數 究竟指不指十億美元 即是可以這樣 瞬間來講 十億美元沒有了 不得止 還沒有了這隻萬噸的巡洋艦 還要是蘇聯 蘇聯 至今來講 去到現在來講 是做了一個紀錄 是可以用反艦導彈 打沉這隻萬噸的巡洋艦 這樣輸一隻這些艦 我想它整個士氣都疾了 個人意見 獨立思考講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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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